今天就开箱,就刚刚买了这个Hooker的March 5 为什么要买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已经跑了一段时间的连速度 我之前是4个小时内就完成马拉松,不过今次就想再进步一点 以前就忽略了速度,或者是那些的课程,现在就会补回这些,让自己的速度有提升 那之前那个Nike Tempo 跑到都差不多过了钟了 下面的底部都披了,现在就想找一对,这个Hooker 本来也没想着那么快就买,因为政府派了消费券,资助 还有,看到一些小商店都不太行,所以就帮补一下,免得全部收拾,不太行 那Hooker也有一个好处,好处就很舒服,我都买了,帮补了很多队,大部分是爬山鞋 都看到这个之前的Mk4,很多人都觉得很好,这次就试这个Mk5 那它有什么不好处呢,好处很多,不好处就是,不耐心 那还有贵了,这两个,但都试一试,因为都免得省了,因为有些时间 连练的时间都很宝贵,其实都不省了,那 那么,稍后也会去看看物色,其他鞋適用的,那 这双鞋就和Mk4有什么不同呢,就是,重量好像差不多 稍后绑一绑,那它这个鞋面,就很透气的,很舒服的,比以前更加透气 之前就很密,另外就是它的鞋中这一部分,鞋中这一部分呢,就是 Mk5 Plus,以前是Mk5,以前是Mk5,就硬一点的,以前那一对,那这个 转一点的,那有些人就,都有一两个看到,那些人说呢,就说 不是太,太好的,转软了,反而觉得不好,Mk4好一点的,那 因为我没试过Mk4,我不知道,但是我都倾向偏硬的,偏向硬的,但是 都试一下,因为我要去运动场跑,跑很多,所以,这些鞋就很合适,运动场 就是平路跑的,那会试一试,好,放下重先,好,这双鞋呢,就是8毫半,就215 看看另一只先,219,喂, 相差,215,219,相差,215,219,相差4g,OK啦,是, 那之前买的时候都试穿过,不过再说多一遍,那我自己通常就是穿8毫,不过, 因为跑步,买多半,半好大一点点,等自己有些酒窄, 就是我脚趾大概来这里,因为你跑步可能会胀,会胀胀的, 然后,这个Hooker 呢,有个,就是它这套, 鬼佬的鞋呢,就比较窄,就是窄一些,那有机会, 那有机会,顶到,顶到这些尾,那我穿8毫,就会顶到,那我穿8毫, 那我穿8毫,就会顶到,那如果再跑多久一点, 就会比较少,整个脚就冲血之后,就会更加磨到, 所以,就会买大半好,暂时现在舒服一点, 那要再试跑了才知道,不过一般都OK的, 如果你穿上去都不是很窄的话,那就不会, 什么,相对,见到的脚趾都可以移动来移动去, 那就是说,这个箱都相对是阔的, 那鞋带很长,都够磅,有些刚刚好, 那这个都够长,那Hooker的好处就是, 没有那么容易刮脚,因为它那些东西就轻, 和够多保护,那一般新鞋都不会很刮脚的, 那这个好处就是, 那这鞋跑了两次,就跑了33K左右, 那感觉都OK的,那鞋面, 你不会觉得跑街或者跑室内, 都不会觉得是会夹夹夹夹夹伸的, 因为我买大半毫都OK的,那外面的网又有弹性的, 都OK的,这是边位都不会让你挂下你都OK的, 鞋带也不太容易脱离 跟普通Hooker 都是这样 跑了之后,就开始洩 两边都是外側会洩 其他感觉都可以 都是同一样 都是觉得Hooker的鞋底 鞋底挺好的 但不太耐用 这一类真的 跑5分钟的速度 都可以的 但会轻轻 感觉到有些避震 但我觉得 如果保护脚就好 但如果用来比赛 更硬些 会好些 所以有钱的话 都可以买这个MAR5 我可以试一下 因为都挺贵的 它的参考价 就是1380 我用7-5折 买的 1000多元 都是颇贵的 所以我希望鞋 起码都可以穿800K 但我觉得Hooker 通常都 跑不到800K 所以如果有钱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但如果 全面一点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MAR4 虽然我没有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欠中底的话 它会硬些 因为它不单止可以 现在会便宜些 因为出了一年 我看到网上也有850元 都值得的 可以试一下 它是硬些 还可以跑比赛 我觉得这些鞋 可以适合做训练 因为我打算是我们做速度货 或者TEMPO的时候 就会穿 都挺好穿的 跑速度的时候 我觉得都可以发挥到 如何发挥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鞋底 鞋底很阔 够阔 落地就很支撑 我觉得我也相对喜欢 它可以转弯或者 就是 就好一点 如果好像 Nike 那个TEMPO NEXT 那些 那一队是很耐用的 但是呢 它就 感觉转弯 好像 或者下雨 都 没有这一队 绝得 绝地那么好的 那么 所以这个绝地 是十分之 好的 适合跑速度 但是 如果比赛的话 如果 硬一点 我觉得 可以把所有的能量 就不是用来帮 脚舒服 而是 可以 运用在 咬地 或者是 跑步方面 硬一点 会弹 会好些 更加会 快些反应 的话 更加会好 如果 MARK4 可能相对比赛 都可以用到 它的多用性 多用性 会更加广 这个 MARK5 有钱 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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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感谢观看